中国女游客疑似入境我国机场时 遭到移民局官员敲诈 要求交出18000令吉手续费的事件 引起了中方关注 中国驻马大使馆发言人就表示说 已经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 目前正在和有关方面 何时了解详情 中国驻马大使馆发言人 也在通讯软件的群组内简短回应 表示大使馆高度重视这起事件 并且将会全力保障 身处我国的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旅游艺术级文化部长 拿督司理张庆幸 昨天被指亲自到吉隆坡国际机场 解救一名因为语言不通 被机场官员扣押的中国籍女游客 根据张庆幸 官员不但没收了女游客的手机 甚至还献议只要对方交出 18000令吉的手续费 就可以恢复自由身 移民局总监拿督鲁斯林 昨天证实已经针对了 有部长大闹机场救人的事件 展开调查 反谈会首席专员丹斯里 阿战巴基今天也表示 会彻查机场官员涉滩的指控 对方会发生了那些时候 这些有机会放写人的事件 O prendre critic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